大家好,我是刘真,今天还好吗?继续张颂文的系列 前几天爆出新闻啊,有媒体,有狗仔啊,直接拍到了张颂文的家里 就张颂文他妻子带着孩子在门走 包括张颂文在家里头招待客人,有周一维,还有这个演这个唐小龙的这个林什么来着,我忘了啊 就这个到家里头赋宴啊,整个狗仔跟踪都给拍下来了 啊,然后就已经曝光到了网上,其实狗仔拍明星,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 他们天天跟明星,跟了很多明星,很多故事都是八卦故事,都是从狗仔们的相机里头流出来的 但是这次跟张颂文啊,因为张颂文有热度嘛,现在是大明星的啊 跟张颂文拍,哎,跟到了石头上,踢到了脚面上啊 这个东西曝光出来以后,遭到了网友的口诛笔伐 这还不光是张颂文的粉丝啊,包括他的路人粉,包括他的这个其他的观众 都觉得你这样的做法非常的不合适啊 我也认为这样的做法非常的不合适啊 张颂文这个人,他其实在我的印象里头,他说了这么多其他的故事 然后了解了他很多的事情之后,他作为一个广东人,他其实特别像这个香港的演员啊 说着也是粤语,然后整个的这个形式方式,生活节奏啊 就特别是老广的那个那个感觉啊,非常的有烟火气,然后非常的低调 他平时喜欢买买菜做做饭,平时喜欢观察一下普通人的生活 他最喜欢的就是到菜市场啊,去观察其每一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把这些东西都作为他日后表演的这个素材 但是现在火了以后呢,他再出门就有压力了 之前他有一次去哪个夜市,一开始他不知道火了 因为以前根本没有人认识他,他就直接去就行了啊 跟这个聊跟那个聊,他能得到很多东西 而且这是他的快乐所在 但是那次他马上去这个夜市,没走几步就被粉丝认出来了 然后开始尾随他 我看那个视频,浩家后面已经跟了浩家几十人了 他没有办法赶紧把口罩戴上 然后就赶紧跟大家摆摆手,很有礼貌啊 说不好意思,我要先走了,他就走了 所以成名给他带来的啊 就是很难再回到以前那种平静的生活 香港演员给我们的感觉很多都是你像周润发啊 这个什么很多这个知名的演员经常去逛菜市场啊 大家接力接方的 演员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份工作 没有什么天荒巨星和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区别 天荒巨星也得买菜做饭 他们也不是老保姆来买,他们自己去买 然后老百姓们习惯了啊 看到发哥打个招呼啊 发哥也会亲切的跟他们合影 所以我觉得张宋文跟这个周润发呢 这种香港演员的这种风格非常的像 但是我们现在在他火了之后 不包括这个狗仔的方式 包括追星的方式 可能都会伤害到他原来的这种啊 习惯的这种生活方式 可能有人会说啊 你公众人物必须得有这个 这个你就得牺牲你的隐私 我不这么认为 我相信张宋文本人也不这么认为 就是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明星首先 然后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公众人物 但是他现在肯定已经是公众人物 但是公众人物啊 他应该也是有隐私的 所以你看现在他走到哪儿 大家肯定都会围观 他就很难再去菜市场啊 去这个商场啊 去机场啊 甚至去殡仪馆啊 去体验生活 这个对他来说 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质骨吧 他肯定不开心 那这个去拍他家里人 这就不用说了 完全是一种伤害了 这么多年 他一直没有曝光他的这个私生活 他结婚生子这些事情 他都没有说过 包括到现在他都没有公开承认过 然后大家去挖来挖去挖来挖去 通过这个方式 通过那个方式啊 终于这个弄明白了啊 这个有老婆 然后也有孩子 但是为什么要去跟他 要去打扰他呢 他在原来的他那种生活节奏里面 他是能找着他自己的这个舒适圈的 他是能找到自己的快乐 我们之前都是都说过 张宋 张宋门的快乐 我们理解不了 对 他在那种生活方式里 他是有他自己的快乐的 弄弄花 弄弄草 啊 做做饭 然后去菜市场 跟这个聊聊 跟那个聊聊 从片场出来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你现在把他放在记者的这个镜头之下 他就不再是普通人了 这个家人也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 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可取的 我们国家这种就是真正的演员 不是明星啊 明星是明星 演员是演员 这种真正的演员非常之少 为什么他会这么火 为什么他会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 不光是他的演技好 而且最主要的是 月巴探发现这个人在生活中是非常的有烟火气 非常的接地气 然后他的言谈举止 他的生活方式都跟普通老百姓非常的接近 让人感觉很亲切 就像林家的大哥一样 所以这样的一个演员 我说的是演员 他不是明星啊 他不是我们印象里的那种 天天出入高档拍地的那种公共公众人物 所以我觉得他不应该被这样去拍啊 所以我也呼吁 当然我呼吁这个人情言威啊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这个不要这么没底线啊 我们这样的好演员是很少的 你现在这个这样跟着他 他以后可能出入就都必须得躲着人 他还怎么去继续体验他的生活 怎么去丰富他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这些啊 爆出来他们的这些媒体啊 受到网爆受到大家的口诛笔法啊 那是你活该 一定要琢磨琢磨 你们做人到底是哪做错了 为什么 以前大家都喜欢看这个明星的八卦 那个明星的八卦被拍出来了之后啊 大家都会津津有味的去谈论大家的各种八卦 但是张宗文的家人 你把这个东西放出来之后 大家一通了嘛 这是有原因的啊 因为这就好像是我们的身边的一个朋友 多年之间没有见过这样的啊 这样亲切的 这样啊 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啊 和自己能找到共同点 能共情的这样的好演员 所以大家才会这么喜爱的 所以真的没必要这么拍啊 我也很反感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太没有必要了 必须停止